说起香港演艺圈最火的三级片男星,恐怕大多数朋友会想到曹查理、徐锦江、单立文三个人,在三级片盛行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在一部分男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堪比周润发、刘德华、张学友、成龙等巨星。 而曹查理当年更被誉为三级片首席男星,三级片天王。如今再提曹查理,相信很多七时候甚至八时候的人都会露出会心一笑,因为他的名字简直就是很多男人放肆的青春里一串暧昧的年龄记忆。 据小飞了解,曹查理高中毕业时原本打算考远景,但是家里人却一致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做远景实在太危险,于是曹查理只好四处打升卫生。 他曾做过冷气工人,超过股票,也做过服务生,还一些公司收过烂账,后来一个偶然机会进入亚洲电视,在轩泥诗广告中扮演了一位大豪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82年,李佩权导演邀请曹查理出演电影《82家房客》正式踏入影视圈,因其长相相相对比较猥琐,所以只能在影片中扮演惹人憎恶的衣冠禽兽或者常常被人捉弄的视力小人。 截止到90年代初,短短的七八年时间,他参演的电影超过一百部,成为当时香港演艺圈最高产的演员之一,而当时跟他合作的演员都是出入梅艳芳、成龙、周星驰、张学柳、张曼玉、刘德华这样的一线大咖。 90年代初,香港三级片开始盛行,多年来一直演反派,小人物的曹查理演得有点烦腻了,同时也深知自己爆红无望,所以他心一横,就揭拍了和藩导演的三级片《我为轻狂》。 因为他在剧中表现太过出彩,受到片伤的极大青睐,纷纷点名要他出演自己投资的三级片,从而堵死了他朝其他戏路发展的道路。 当时的曹查理根本没有想很远,反倒觉得拍三级片比较舒服,一是拍摄时间短,一部戏最多十天八天就搞定了。 而属于他的戏份最多三五天,而且一天最多拍六七个钟,少则两三个钟,这样他一天可以兼拍三部戏。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拍三级片来钱快,拍一天至少可以赚三万港币酬劳,如果兼三部戏,一天就能赚九万块,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两百多万,于是两三年时间,他就买了车买了房。 据媒体统计,光1992和1993两年时间,曹查理就主演了近四十部三级片,而迄今为止,他一共拍摄了八十多部三级片,几乎跟所有港台的艳星都有过合作。 用曹查理的玩笑话说,自己几乎睡过当年港台所有的艳星,同时还有不少日本艳星。 不过,他所主演的八十多部影片中大多数都是乏善可陈的粗质烂造之作,而曹查理扮演的皆为猴急色相之辈,面目神形堪称千篇一律,不过曹查理却觉得无所谓,因为他说,他要生存,要赚钱,只要有人给钱,他就脱衣服。 虽然他主演的影片质量不尽如人意,但是在三级片辉煌时期,他的人气一直居高不下,连影帝皇秋生都坦言,他当年出演人肉叉烧包时完全借鉴了曹查理的表演。 有道士,一个人天天都吃山珍海味,久而久之都会如同咬蜡,同理,常年累月拍三级片也有拍到乏味的时候,大约在1996年,曹查理开始减少拍片量,不是他不想赚钱。 而实在是拍得厌烦,因为整天就是脱衣服和穿衣服,用他的话说就是怕五天气,至少有三天脱衣服,两天不用脱衣服。 于是他暂停了演艺事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炒股中,甚至不惜将几栋房子,几部车子全部卖掉了用来炒股,万万没想到最后会削的乌龟,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再次付出拍戏。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一边拍戏,一边开启了酒楼,刚开始一两年因为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帮衬,生意还不错,但是03年却遭遇SARS,导致他所开的几间酒楼全部被破关门。 当时以五十多岁的曹柴里因前拍戏太辛苦,也不想再像年轻时那样脱衣服了,于是便在朋友的建议下到内地走寻捞钱,每次唱一两首歌。 跟观众做些小游戏,或者讲一两个分段子,要么送一些自己之前主演过的三级片光碟,一场下来大概三五十分钟,酬劳一万两千块。 据曹查理自报,目前他在内地至少有近四十个经理人,每个人一年帮他接两场商演,一年下来就有七八十场,也就是说一年收入可以达到近百万元。 这对于他这样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已经足够,而他笑颜除了家用,他一般会把钱花再买衣服,打Botox上。 虽然在演艺圈打盘了几十年,也碎变了几乎整个娱乐圈的三级片艳星,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过绯闻,他说曾有女明星向他是爱,但是被他严正拒绝了。 因为他不想跟女星在私底下有任何关系,一旦跟他们有关系就会很麻烦,因为出来做明星的全部都是为了钱,他可没有多余的钱。